無可風光 好啦大概12、13年吧 大概就是從我大三開始到現在 進入職業舞團就是Attention 一開始的話其實都是從 就是HIPHOP入門開始 那我記得我的社師還是卡拉老師 然後其實高中的時候就有開始 就是學過街舞了 但是真的是最早的話 就是從HIPHOP開始 一直到大學才因為比較喜歡女生的風格 所以開始接觸了一些 就是Street Dance之類的東西 然後又因為加入了Attention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起很喜歡的一些風格 然後去紐約了之後 就開始接觸一些就是Dance Hall 還有Wegging、Vogging這些文化 所以就都很喜歡 那現在的話就是 其實基本上我沒有排斥任何Style 所以就是只要是街舞的風格 所以我都很喜歡看動跳這樣子 如果要說就是這些 我學過的所有風格 對我自己本身跳舞有什麼影響的話 我覺得因為基本上 所有的東西都是街舞 那街舞跟其他舞蹈很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街舞的身體是非常的放鬆 如果你有柯班的基礎 如果你有柯班的基礎 有些女生如果你是Jazz或是Ballet的基礎 如果你是Jazz或是Ballet的基礎 你就會知道街舞這個舞蹈 跟其他的舞風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身體是不會hold住的 不會在一個center上 所以我學這麼多舞蹈的風格 就是比如說Jazz 就是可以讓我練到打點 然後力氣很快速 然後很有力 那學Dance Hall或是Hip Hop的這些東西 就讓我的身體就是充滿律動 然後Wagging的話就是 幫助一些手的肌耐力的練習 然後比如說我練House 就可以幫助我就是腳 就是腳步看起來身體很輕盈 所以我覺得不用排斥任何Style 因為任何Style 在舞蹈練習到我的身體方式 都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些東西都會增加你身體的協調性 就是幫助你要跳任何東西 都可以非常上手 我想要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先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就是 我可能只喜歡某一種風格 所以我只想練這個 當然這是個人的選擇 因為每一個人成長或是練習的過程不一樣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就是 其實一開始我是接觸 所有的Style 那所有的Style 我可能都練一些東西之後 我開始對每一個舞蹈風格 都有一些認知了之後 我再來選擇我真的非常喜歡 什麼樣子的東西 那時候你已經具備有一定的概念 然後你也會比較知道你的身體 或是你喜歡的是什麼 然後再來做選擇 會對你更有明確的幫助 那我們即將就是MM工作室 會在7月26、27 舉辦就是 Old Style的Summer Camp 那我自己這一次呢 是跟小倩老師就是合作 我們會教Vogue這個賽 那因為我們就是有去紐約 然後有看到很多的東西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就是 大家到時候永遠參與囉 大家到時候永遠參與囉